铃香 讲到铃香这个品牌 香港人既熟悉又混淆 它分别有在中环的铃香楼 在上环的铃香居 和在荃湾的铃香盏 香港的三间铃香都是同一个大老板 邓氏家族 大铃香居和铃香盏 都有其他股东入股 而只有中环的铃香楼 是全数独知拥有 不过在2019年 都卖盘不做 由一班老伙计接手 叫做铃香茶室 三间铃香的厨房主理 都是不同 虽然是出同门 但吃过三间 都是有很不同的差别 真正的铃香总店是在广州 严格来说 铃香这个品牌已经有132年的历史 而香港的铃香楼至今都有103年 而今天来的铃香居 是在90年代才开的 只是开了12年 贪便宜和拿着素 这些是人的天性 听到他说39元一钟鸡炖刺 今天就约了几个朋友 走来试一下 没打开过盖子 已经感受到热辣辣 和很浓郁的清香味 虽然是小小碗 但依然是份量十足 排斥食落口 爽滑大牙 配上鸡肉和冬瓜 炖出来这些淡清汤 真是清而不利 其实刺本身没有味 好不好吃呢 最考功夫就是这层汤 而这淡汤底 就盒到好处 不会太乱 亦都不会过火 再来这碟 是叫做竹生扒菜蛋 份量是不止那么少 不过拿起相机拍的时候 已经被人拿了一大截 没办法 又要吃又要拍 又不顾得那么多 竹生是没有味 好不好吃呢 是很在乎芡汁 而这个芡汁 都能做到恰到好处 清甜得来 亦都不会太过稠 鸡蛋不够大条之外 亦都是非常嫩滑爽口 再来就是招炎大老虎虾 一看上海就是热辣辣 脆薄薄香噴噴 是非常之惹味 看起来色窄金黄 吃起来甘香脆口 当然是不会连学吃 都是说一下虾肉 虾肉吃起来口感扎实大牙 你不会觉得浮 亦都不会觉得硬 而且它的鲜虾味 还是很浓郁 拿完鲍鱼来做鸡煲 除了富豪之外 我们的朋友仔 一样吃得起 这煲东西热辣辣 色澤金黄 还来满着很香的鲜鸡味 唯一可惜的是 拍完两个照片之后 就拿到隔壁桌子 最后只是分到半个鲍鱼给我吃 我已经吃过了 煲酒石子烤鲜油 我也是第一次吃 应该是先把鲜油炸 走一走 然后加上洋葱和煲酒 放入烤锅烤 烤出来是非常之有酒香 而香得起来 恰到好处 是绝对不会蓋过鱿鱼的鲜味 而鱿鱼吃起来 也是爽滑大牙 有嚼口 这碟是 缝仔鸡蛋焗鱼肠 听到的名字 就知道是功夫菜 材料有鱼肠 鸡蛋 陈皮 叉烧 姜葱 蒜头 还有油炸鬼 听闻是要将鱼肠洗净 再煎香 再加上鸡蛋 配料 蒸熟 蒸熟之后 还要用鱼肠鸡蛋 再拿来烤 这麽繁复的东西 都是一定要出家吃才行 除了色摘金黄之外 最重要是 一点都不腥 除了鸡蛋和鱼肠的鲜味之外 其他的配料 就因为混在一起 已经很难分清楚 是什么味道 打什么味道 加些胡椒粉 是特别香的 最后还要送 莲子红豆沙 想吃好东西的朋友 就要早点来 因为甜品 就放在锅里 如果迟离迟爪素 糖水就会煲到过火 现在我们七点钟 结束了 火候就刚好 不会稀 也不会太稀 甜度 很糟 如果迟离迟爪素 送完就没有了 好 现在来看看张单 如果文化不够 这些手写单 是很少人看得明白的 不要紧 立即换一张电脑单 给你们看看 竹身扒鸡蛋 98 肉扒鸡刀刺 190 鲍鱼滑鸡煲 68 鸡蛋焗鱼肠 88 这么繁复的鱼肠 88 搓酒石子焗鲜油 138 大虎虾 128 另外再加一只32 免收茶鸡 加1 买单计数 这餐都吃了843 5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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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